我可以跟大家讲说 很多现在市场上 这个保险业务员 都把这种增额终身受险 把它拿来当储蓄险在卖 跟着姐夫来理财 口袋满您跟着来 欢迎准时收看品观点 跟着姐夫来理财这个节目 最近呢股市在点 全球的股市在市都表现不好 所以呢 有很多亲朋好友都来问姐夫啊 我手上的投资型保单怎么办 因为很多人拿到 投资型保单的对账单 看起来都是满江红啊 这个问题呢 我一时间没办法回答大家 所以我今天请专家来告诉大家 我的好朋友李雪文呢 最近他刚好出了一本书 就跟投资型保单有关 所以我今天请雪文 再度上节目来跟大家解释 到底投资型保单是什么 那我如果买了投资型保单 最近看到满满的都是付报酬的话 怎么办呢 来雪文跟大家问好吧 姐夫还有各位品观点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先恭喜你又出席 谢谢 你这本书我相信很多人都很想看 因为据我的了解 台湾每年光是这个投资型保单的收入 我讲的是保费收入 大概就是超过五六千亿 甚至行情好的时候会上兆元 对不对 有可能吗 对不对 所以今天请这个雪文来解释 投资型保单 我就是找对了 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投资型保单 可能很多人就算买了 他也不知道 其实如果我们单纯拆字的话 就是投资型保单 你可以把它看成就是投资跟保险 这两个绑在一起 那它跟传统的保单有什么不一样呢 传统保单就是保护缴了保费 给这个保险公司 然后保险公司去做任何的这个投资 然后有收入了之后 当被保险人发生了这个身户 或者全残的时候 保险公司再给他一笔的这个保险金 那投资型保单比较不一样 就是说这个投资的决策权 就是交给保护 是 保护自己决定我要投资 比方说什么0050 或者什么之类的基金 然后到这个保障 可以未来就是按照保单账户价值的 这个金额 比方说它可能是假新或义新 那当然不一样 假新的话可能就是保单账户价值 跟这个保额当中取其高 以这个为准 然后提供这个保险的保障 那以型的话就是保单账户价值 加上这个保额 然后就全部给这个保附 简单讲就是说投资性保单 它有保险跟投资两个功能在 万一你要用到这个理赔的时候 有两种不一样的选择方式 对不对 好那投资性保单 简单介绍给大家 但问题就来了 很多人买了投资性保单 就像我讲了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买的是 什么样的保单 对不对 所以在你这本书里面 其实也谈到了很多 投资性保单的迷思 我想最大的迷思就来自于说 保险业务当然要卖这种保单的时候 会有一些话术 可是话术里面有一些陷阱 是这个保护 可能没有注意到 是不是就请这个选温来告诉我们 投资性保单的迷思有哪些 我可能先选三个 比较代表性的 为什么这三个呢 就是说我其实之前 因为碰到蛮多的保护 他有问我相关这个 投资性保单的问题 然后大部分当然都是亏损的状况 那我把它归纳这些人亏损的 其实大概跟这三个都有关系 第一个当然就是说 你应该优先买这个变额万能受险 然后就算投资亏损的话 还有这个受险保障 那先要解释一下 什么叫变额万能受险 变额就是当中有一个变字 变字的意思就是它的这个保额是变动的 就是说你今天它的保额 我们刚刚讲假行或乙行嘛 它会随着你保单账户价值的高低 然后去决定你的这个深谷理赔金 是 那这个变额万能受险呢 它是受险嘛 所以它一定会扣一些所谓的危险保费 那在扣危险保费的当中 很多人其实并不知道 投资性保单它的受险的危险保费 它是所谓的自然费率 姐夫应该知道所谓自然费率 就是说它年轻的时候是非常低的 可是它到年纪大的时候 比方说特别是50岁以后 可能搞不好就是1万块的这个保额 可能就要40多块 甚至100多块 所以你10万块的这个保额的话 可能这样加起来可能就蛮高的 所以你扣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他拿到了这个保单 他觉得说 我这个保单账户价值 为什么一直往下掉 其实它是扣掉了一些费用 对 因为它一部分 它要去扣它的危险保费 然后当然因为它的那个保单账户价值掉 一方面是因为投资失利 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它的年龄往上跑的时候 它的那个危险保费扣的就很多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很多业务员只会讲前半段 对不对 后半段你刚刚讲的那些妹妹嘎嘎 他可能没有跟你讲 那会让这个保顾会认为说 对我本来投资金保单 我价值如果有增加的话 我的保额就增加了 大家都看中这一点 对不对 很多人认为说那这样子我很好嘛 就算我投资亏损 比方说我是假型 我是按照保价金跟这个我的保额 比方说我们以刚才为准 我今天的保价金是100万 那我的原来买的保额是10万块 那如果我今天挂掉的话 我今天的这个生物理赔金就是100万 那当行情好的时候 这个我可能只扣10万块 可是如果说我的保单账户价值 已经跌到10万块的话 你想想看他保价金只有10万 然后他的保额是10万块 他等于是10万块 他都要去扣他的危险保费 所以他只能拿到10万块的 也就是说投资金保单里面的费用的问题 其实是蛮复杂的 但是一般的业务员也不会跟你讲这个部分就对了 好那这是其中一个话术 那你刚刚讲如果最近看到这个满江红的投资型保单的对账单 可能就会引发一些纠纷吧 但你可能会去问保险业务员说怎么跟你讲的都不一样 所以还有哪些迷思要注意的呢 第二个其实很常见的就是说 之前保险业务员都会推荐保护去买那个高配息的 比方说一年配息比方说10%的这个投资型保单 他都会跟你讲每个月都给你利息啊 很好啊你每个月都有收入对不对 10%一年10% 听起来蛮诱人的 现在定存利率才1%多10倍 可是问题是最近投资型保单保护这个收到对账单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亏最大的其实也就是这类的 为什么是这类 其实你可以去看这类的保单最主要是什么 就是以南非币计价的高收债标的 上次肖老师来讲基金投资就跟大家讲 千万五汤买这个南非币计价的基金 那如果你的保单又去买了南非币计价的基金的话 双重损失 因为你的行情也跌 币值也跌对不对 没错 其实像这样子就是说最近跌的最凶的就是 因为它高收债本身的价格点 然后再加上我们刚刚讲说南非币 南非币因为贬值很凶 它等于是双重的价格的损失跟汇率的损失 然后它虽然给你每个月一个配息的金额 可是它就吃到本金额 对价值就往下掉了 所以整体来看你这个投资基本上还是亏损的 意思就是这样对不对 对对对 好那我觉得刚刚讲这个两个迷思 大概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 还有吗 对还有第三个迷思其实最重要就是 很多保护买了投资型保单 有两个极端 有一个就是把它当短线操作 就它把它当基金 它不是把它当长期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投资型保单 它是投资加上保单 所以它是一个保险的保障 不是让一般人 拿它当基金的标的 然后这样子这个频繁的进出 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极端就是摆在那边 很多人真的是把它当保单 就是把它锁在保险箱里头 完全就不去管它 可是问题是说 因为它的这个 这个申雇的保障 它是随着我们刚刚讲的说 保单账户价值 行期的变动就会不想到 对因为它跟传统保单不一样 传统保单你买了100万 到时候除非保险公司倒闭 不然我不用看它 因为反正它就是给我100万的保障 可是投资性保单不是 如果说它今天跌跌跌 可能跌到你搞不好 你这个保单就已经失效了 会跌到失效 对因为你保价金很低 然后你又不去缴那个保费 那问题就来了 像最近这个行情一直跌 我的这个投资性保单的价值 也一直在掉的话 很多人就问我怎么办呢 那我是不是就干脆解掉 我就认赔 我就不再继续了呢 还是要再继续做呢 这也是很多人很两难的问题 当然你现在发现说 你的投资性保单 你对这张单一直在 这个保单账户价值 一直往下掉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 你是不是买错了保单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 如果你年纪大的话 因为它我们刚刚讲说 危险保费会越来越贵 所以你年纪大 如果说你没有受险的需求 那你就是买 你却去买这个便额万能受险 或者便额受险的话 那你就是买错了保单 我简单讲 其实年纪当然就 真本不适合买投资性保单 不适合受险类的 不是 就是 但是便额年纪是OK 因为便额年纪 它其实没有受险的保障 它就不扣那个危险保费 那所以大家可以看 第一个就是 你如果没有受险保障 那你如果说你买了 这个便额受险 或便额万能受险 那你就是买错 那你可能就要去考虑说 你要不要这个 这张保单 要不要继续去投保下去 这是从保单的种类来讲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可能牵扯的就是 你投资标的选不对 这也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吗 那姐夫应该投资 是很熟的这个部分 因为你投资标的 你选不对的话 你的保单账户价值一定是 不往下掉的 这就是回到投资面来看 对 回到投资面 就像我们之前 请肖老师来讲说 他把这个基金分 一军二军三军 对不对 那就要看你买的是哪一军 那如果你买的是三军的话 你可能就要做一些处理了 好 我想投资型保单的学问 真的非常多 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 没办法一一帮大家说说明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参考 学问这本新书 叫做想赚钱 要买对投资型保单 里面有很多保护会提到的问题 它都帮你厘清 是一本非常实用的书 那今天学问其实也带了 两本的新书 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 怎么送呢 看我们下面的留言区 就会有这个游戏规则 大家跟着这个游戏规则来走 就知道了 但今天因为学问要来 我在脸书上就有些预告说 有什么问题要来问学问 有一个我们的观众 就提供了他的保单 要来请这个学问 帮他见解一下 他提供了这张保单 好像是一张美元的保单 对不对 最近美元保单讨论也蛮多的 来先给我们讲一下 这张保单是什么样类型的保单 简单来讲它是利率变动型增额终身受险 利率变动跟我们刚刚讲那个一样吗 不一样 对都是变 但只是不一样 那个我们刚刚讲投资性保单 它的变是按照你的投资标的的价值去变动 那这个利率变动 它就是跟你的这个保单的这个宣告利率有关 那我们先讲一下 很多人看这个新闻水 也会看到我们刚刚讲宣告利率 但还有一个叫预定利率 这两个利率到底有什么差别 跟保单的影响又是难 其实一般保户 其实会看到利率变动这四个字的时候 这种保单其实它会有两种 就是利率变动型的保单有两种 一种是受险 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 另外一种是年金险 那这两个其实都会看到所谓的宣告利率 那可是这个宣告利率 在这两张保单所产生的影响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先讲就这张保单的影响 这张保单呢 就是说因为我们看这它是讲说增额终身受益 它这个增额增加你的这个保额 加上或者是你的保单账户价值 实际上是增加保单账户价值 它的依据就是按照这个保单 它每个月保险公司的宣告利率 去减掉这张保单的预定利率 我举例来讲 比方说今天保险公司的这个宣告利率是三 三 比方说这个月是三 那这张保单的预定利率是二的话 然后它中间差是1% 一个百分点 保险公司用这个保单账户价值 然后这乘以1% 然后去计算说你今这一年你增加的保价金 就是你账单的保单的价值 对 好那这就有一个观点来的 预定利率是不会变的 可是宣告利率是会变动的 对不对 所以像最近很多这个保险公司都把这个宣告利率提高了 那如果照你刚刚讲的公司的话 它这个宣告利率去减掉它预定利率就比较高一点点了 对 可是我们刚刚讲的宣告利率 因为它是变动的 是啊 所以其实它 大概可以把它想象成是银行的机动利率 机动利率的意思是什么 我今天是三对不对 是 我下个月可能是二 我再下个月可能是1.5 那回来讲 这个对这张保单的影响是什么呢 那当然会影响就是说 因为它现在也许它的宣告利率很高 大概过去一两年内 有买利率变动型保单的这个保护 其实都有经历过这样一个 开始的时候宣告利率还蛮高的 然后随着这个市场利率再往下降的时候呢 你的宣告利率就会往下降 也就是你的保单的价值其实其实往下降了 那以这张保单来讲 它也提供了它的每年要缴的保费 提供详细的资料给你参考 它的保费跟它保额之间的关系 你怎么去帮我们见解呢 其实我看了这个 它这个试算表 它的这个保额是美元4.9万元 每年的年缴保费是8200多块 美元对吧 美元对 那它是缴费6年 其实我帮它看了 它的第一年 它的第一年的生雇保 比方说我们刚刚讲说 它的保额是4.9万 对 可是它第一年的生雇 或者是失能的这个保险金 才不过8000多块 你说没办法领到4.9万吗 没有领到 以这个 它如果给我的这个资料是这样 那如果说它第一年解约的话 它才拿到4000多块 缴8000多块 但是你如果第一年就解约 也只能拿到4000多块 对 而且你看 如果说它今天缴费期满6年 它到第6年 假如说它不幸申雇的话 它所能够拿到的保额的话 是5万 刚出头 5万出头 当然是比它这个原来的 缴的保费的 保额是多嘛 是 然后它的总保 我也算了 它6年下来总缴的这个保险费 是49000多块 美金 那就是说如果万一第6年挂了 但多一点点的保障 对 就是说它的保障 其实只是比它缩缴的保费 还多一点点而已 那这个是缴了6年 对不对 那是说这张保单6年就失效 还是说 终身 它是终身的嘛 那所以接下来呢 6年之后我不用缴费 那它之后的这个 它的保额会慢慢增加吗 会增加 比方说它第10年的时候 它的保额就到 5万4000多的美金 那很多人 其实说实在 大家刚刚其实有听到 就是它是利率变动型 增额终身受险嘛 对不对 很多人以为它是受险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 我可以跟大家讲说 很多现在市场上 保险业务员 都把这种增额终身受险 把它拿来当储蓄险在卖 我相信这个观众 基本上应该也是 抱着储蓄险的心带去买它 就觉得 我缴了6年之后 我期满之后 我有一笔钱 也许可以领回来 那它如果6年之后 它就不继续把它 可以领回的钱 你刚刚讲 也是大概5万多 5万出头而已 美金嘛 5万出头美金 那它如果继续放呢 比如说放10年之后 继续放 当然这个 因为它每年可以 每年的解约金是不一样的 那这个是要细算 可是我们今天其实看 就算过去 其实很多的市场上 来计算所谓的储蓄险 就是这种增额终身受险 来当储蓄险卖的时候 它通常就是 你缴费 比如说缴费6年 缴费期满那一年 去解约的那个 投资报酬率是最高的 一般来讲是这样 或者就是缴费期满那一年 或者是缴费期满隔一年 那个就是最高 所以通常保护 通常都是在 缴费期满那个时候解约 为什么解约 所以以这张保单来讲 6年就解约 那我直接问 那这个保护6年满之后 它是不是应该要解约 还是继续放下去 解约其实很低 我其实帮他算 他总角保护是 4万9千多 美金 然后他的解约金是 5万出头 所以你知道 6年才不过1点多 不是每年1点多 是6年之后才1点多 6年才1点多 所以听起来 你解约不满 那你就把它当作受险 一直放下去不是吗 对 除非你是当作受险 一直放下去 可是我相信很多的保护 是用储蓄险的 他就是用6年之后 业务员也会用储蓄险的 是 在业务员6年之后 就会教你说 你就解掉 反正起码 你再拿去买新的保单 对不对 对 好吧 那我想 雪文这个解释 我们的观众朋友 应该很清楚了 其实关于保单的问题 真的是 五花八门 我们一时间也没办法 全部帮大家解释清楚 那以后有机会 我还会请雪文来跟大家 解读各种不一样的保险的问题 今天非常谢谢雪文 也祝你的新书大卖了 谢谢 那记得我们今天有证书的活动 怎么证书呢 看我们的留言 今天非常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